接下來我們就講講整個AEM課程 Academic English Mastery Program 其實是1至12歲的小朋友 但其實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你們拿了這張紅色單張 是管轄了我們Academic 我們公司裏面的學術課程的要責 如果你打開它來看 其實有三個重點 在這邊你們看到的左邊 重點是Play Group Play Group是三歲之前的課程 而中間就是幼稚園的課程 而右邊就是小學的課程 整個課程這麼長 1至12歲 其實裡面學什麼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小朋友的早期培養 和運用能力 在Greater Health學的英文 其實我們講的不是紫上英文 它不單是能夠做卷、考試、成績好 最重要的是小朋友站出來可以講英文 它不怕英文 它不怕英文 懂很多生字 而且日常生活中 它是享受運用英文 這是我們的重點 如果我會分開不同的視頻 去解釋我們的課程 但在這張來說 大家必須要清楚 它是解釋了我們不同課程的內容 至於我現在首先想講一講 就是在這個單章裡面 你們的左手邊 Play Group Play Group 是一個簡單的 preparation program 因為小朋友 為何會有一個preparation 很多人說三歲學英文 但其實語言是越早去涉獵 越早被他浸淫越好 而三歲之前 小朋友雖然不是用操練的學習 不是用一些邏輯性的學習 但是小朋友 他本身的大腦通過學習 他已經慢慢建立一些邏輯思維 就準備他三歲 或者更大的時候 一個很好的foundation 他之後學得很好 所以一至三歲 這些Play Group 的課程非常重要 對小朋友 因為他通過課程 跟老師的互動 他可以聽 和說 他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邏輯 尤其是聽 因為聽 最重要的是學習一個語言的輸入 我們必須要有大量的輸入 非常大量的輸入 而大量的輸入 他才可以組織到不同字 不同說法 不同句子的意義 然後他才會有一個信心 去說 所以在Play Group的過程 三歲之前 他聽說的能力 就會在我們Play Group培養 如果Play Group來說 這張單張是比較概括 如果你小朋友是Play Group的年齡 他可以在我們的分校 取得這張黃色Play Group的單張 Play Group的單張 亦是非常完整 說了我們小朋友 裡面有什麼課程 我們有一個小時的課程 有兩個小時的課程 以及不同課程 都有因應小朋友的年齡 程度 對英語的好感 物身感 是去設計的 所以不同課程 小朋友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說 Play Group玩什麼的 Play Group其實是遊戲班 其實小朋友的遊戲 活動這些是一些基礎 這個也會在我們的Play Group裡 以活動的形式發生 每一個Play Group小朋友 會講故事 唱悠 和老師律動 其實這些是必定的 任何Play Group 我們都要因應小朋友 設計出它的內容 但因為我們是一個語言發展中心 所以我們跟一些音樂的Play Group 或者一些叫做Gym的Play Group 或者是其他足球的Play Group 是很不同的 我們的Play Group 是語言裡面 有這些特性 是放進去 令到小朋友的耳朵 聽力 對英文的發音 和老師的指令 一些英語的詞彙 是特別多的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Play Group 有不同的特性 如果音樂學校 所以我們Play Group裡 是非常好玩的 而這個三歲以前的小朋友 我們還提供親子班 因為親子對小朋友的成長非常重要 小朋友有安全感 還有第二 家長要知道小朋友 究竟學了些什麼 家裡和他們重複 和他們練習 或者留意小朋友 在堂上學了的東西 家裡又沒有再重新表達出來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們的Play Group 一直以來培養了很多小朋友 他們都很聽英語 講英語 都能夠在三歲之前 達到一個很好的成效 甚至有些小朋友 三歲前已經提早 可以讀一些拼音的班 正正是因為他聽力 和他基礎的語言 聽說 有一個很大的進景 都期望你們的小朋友 在我們的Play Group 課程裡 拿到他們的得著